大家好,2021年3月7日第一部视频 网上最近流传了一个新闻 是关于这个空中航空公司服务的这么一个事情 是机长和一名乘务长 也有一个说法是一个乘务员 一个空手啊 都受到了恐怖袭击的 受到了伤害的这么个事情 看了一下新闻 其实他们受到伤害是他们之间互乌的结果 并不是别人来伤害他 并不是有什么恐怖袭击 看一下新闻是怎么回事 在2月底 东海航空DZ6297航班南通到西安的飞行过程之中 头等舱一名女服务员应该服务的区域变成了一名男服务员 也就是空姐变成了空手 机长正好过来上卫生间 发现这个情况 就让他们按照飞行计划 掉过去 别私自换岗 然后呢 机长就进了卫生间 结果呢 有一名 头等舱的乘客也要去卫生间 到这发现这个里面有人 机长就说里面有人 你回座位吧 这个在飞行过程之中 这时候呢距离降落还有50分钟 其实南通到西安一共应该没有多长时间 也就是飞到一半吧 那机长呢 结果从厕所出来 发现让这个回去等的乘客 竟然就在厕所里面等着 这个应该换回来的空姐 这个管理这个区域的呢 没有换回来 还是那名让他 他让他走的那名空哨 还在那里 这个机长就对这个空哨 发了脾气 这个称 这个旅客怎么能存在等呢 我让他回去 你也不管 那个不是让你们俩换回来了吗 你们私自乱换岗 然后就吵了起来 吵了起来呢 空哨呢 也不是楼油的灯 也平常呢 估计也是这个感觉自己和机长 可能工作并不是太太顺滑 或者早有这个矛盾吧 同时咱们都知道 这个航空公司的员工 都是比较挨面子啊 充满了自信 充满了职业的这种光荣 只有训斥别人的份 没有这个当众被别人训斥的这种情况 两个人呢 就越吵越厉害 也不服机长的气 按说机长对飞行过程中 所有的人都有指挥权和命令权 属于半军事化的这么一个状况 机长呢 果然也不客气 拿出这个半军事化的这个雷厉风行来 就动手开始殴打这个男乘务员 也有一个说法呢 其实这个男乘务员呢 是乘务长 当然他也属于乘务员 就是乘务员的头 结果呢 两人就你来我往打了起来 机长功夫比较高 把乘务长这个手给打断了 打骨折了 乘务员呢 忍痛战斗 把机长的门牙给撬掉了 到了西安之后 这个机长要求这个乘务员 离开这个飞机啊 不准再跟着他继续飞行了 然后自己买票走吧 然后把他们赶下了飞机 基本上就这么个事情 整个飞行过程中啊 在空中发生了机长和乘务长 或者是乘务员的这种 活屋的这么一个场景啊 搞的飞机里面是乌烟瘴气 乘客们都给吓坏了 而且是发生在头等舱 嗯 头等舱我们知道一般都是 出的价钱高 或者身份 呃 相相对就比较特殊的一些人士 影响更是比较恶劣 呃 现在民航总局进行了处罚啊 呃 表示要进行这个暂停飞行 等等等等 以后加强管理 这个咱就不说了 想就这个新闻说什么事呢 这个 以前发生过多次 这个你比方说在直击过程啊 或者是在飞行过程啊 那个 航空公司或者是机场工作人员 因为一点 小问题 那个没有得到尊重 就对这个乘客敢于言语上 对他们有所冒犯 或者是他们认为对他们有所冒犯 啊 只要是不服从他们就进行这种 辱骂殴打的任务事情 嗯 你说是他的职业荣誉啊 还是还是所谓的职业带来的心理优势啊 对乘客的这种不尊敬啊 免试啊 其实就这么个意思 嗯 毫无这个服务的意识 更多的呢 是仰仗着这个大企业啊 仰仗着这个自己的工作岗位 对乘客的一种免试 好像把一个人放在一个平台上 他就感觉自己已经是具有平台上的龙光了啊 当然你航空公司也只是一个服务企业 但在中国呢 因为涉及到这个呃 大企业啊 光鲜的这个这个工作啊 嗯 比较高的这个收入 以及一般人对这种企业或者是这个岗位的啊 一种一种敬仰吧 把这些服务员让他们心中施了横 反过来呢 对普通乘客啊 经常出现这种不尊重 甚至是侵害 嗯 以前还有一个比较有名的案子 一名机长啊 在外面旅游啊 家人也是航空公司的 一家人 结果呢 和一名普通 这个游客 在半山的这个 小亭子上 因为坐牢问题 发生了一些矛盾 嗯 谁是谁非并不重要 机长呢 竟然把乘客呢 把那个普通游客呢 这个从亭子上推了下去 下面呢 竟然是个小悬崖 造成了另一名游客 这个骨折重伤 后来乘 这个游客去告他们 也并不知道他们什么岗位 只是以为普通游客呢 要知道他们的机长 虽然不在飞机场 也得敬他们散飞 这种人都恨惯了 说句实话吧 他们呢 这个商人的机长呢 是该不承认 最后呢 警方也进行了偏袒 也不了了之这个事情 中国很多这种事情 有很多人呢 在某些职位 不要说权贵阶层了 就是普通 所谓普通的一些岗位 其实也稍微有点特殊 大多数呢 都在垄断企业 具有政府给的一些 企业的一些垄断权利 一些特殊的这个工作 或者是经营地位 他们呢 就在这些平台上 误认为自己 也能发光 也具有权威 不是企业带给他的 不是平台带给他的 是他自己就开始膨胀 造成呢 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之中呢 遗址弃阳 飞扬跋扈 以至于有一些时候 造成了不可挽回的 一些情况或者案子 像原来那个派出所 西安的派出所 这个所长他夫人 戴着帽子开着跑车 一下车就对此 挡他的这个普通行人 一大耳瓜子抽过去 没想到人家回手 就一耳瓜 把他帽子打飞 后续带来他老公的倍差 等等 很多这种人 确实是恨惯了 潜规则 捞的好处太多 潜规则 自己处在食物链的顶端 但是呢 毕竟 要有一些东西 还是要遵守 个人的修养 还是要提高 不要误以为 自己真是什么超人了 好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